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半摇清晨设置组现场的上空 演员小张便穿好戏服 精神饱满地站在镜头前了 他将要在尽量少的NG次数内 完成今天的拍摄 好了 准备 他所饰言的明夏先生 将使用最优质的食材 来完成一道火锅 好了 准备 花椒 这种原产中国的植物果实 使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 产生轻微刺痛 触发神经 这种口感 中国人称之为 马 辣椒 从美洲传入中国后 迅速生根发芽 逐渐取代本土的辛香料 成为美食的主角 跨越数千里的大洋 历经千年岁月 两种食材 在滋滋的油锅中 相遇 漂浮在剧组上空的麻辣咸香 尚未散去 在众多镜头的注视下 明夏先生开始炒料 切碎的干红椒和完整的朝天椒混在一起 咸着富含辣红素 过于火锅艳丽的色泽 后者 辣味最近 创造了汤底火爆的口感 生姜和八角 让汤汁浓郁 葱段的辛香 则是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 比原料正宗更重要的 是明夏先生的用心 忍住刺眼的油烟 不可翻炒 香味渗入油中 再加水烹煮 防酱素 进一步释放 新鲜优质蒜料 也是火锅料理中 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鸡肉 猪肉 鲤鱼等各式食材 都在火锅中相逢 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连欢 寒冷的十二月 食客们在剧组拍摄现场 享受着胆得的火热 接受着有心人的馈赠 因为这餐火锅 明夏先生的恋人 清澄小姐 向大厨投吃了满足 而又赞许的目光 两人的关系 就像这两种奇妙的香料 携手相伴 不仅塑造了寒冬中的火热味道 也让这部剧 麻辣了大半个中国